哪一隻狗要去深水埗呀 今天太熱了 我們等一小時後才出發 很好吃 很好吃 如果要去深水埗這兩個寵物公園 可以考慮拍攝在西洋賽北街 因為有兩邊的馬路 都有很多標位停車場 我們就好幸好等到位了 還要是兩個小時標位 發達 可以去兩個公園再走回來 也有很多時間 走到見到這棵千年老樹之後 它的對面就是 這個躺陰街山邊歐田柱 就一眼看完就在這個位置 一聲過來 一聲過來 喝喝水水 喝喝水水 這個躺陰街山邊歐田柱 非常小 不過 沿路走過來 反而一直路又有樹蔭 沿路還好走 好 我們去第二個公園 現在出發去單季老休田五花園 兩個公園之間相隔十一分鐘左右 不停了 人家走 我們沒有要不要 先嚐腳 在這裡 好 在這裡 我們來把那邊 我們比他偉一些 再試一下 我們來看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寵物共享公園 又是非常小的 所以深水埗兩個寵物公園 都是很小的 不過沿路反而貫通兩個公園 上面是很漂亮 很多樹蔭很好走 慢慢 慢慢 不吃 行 快 拜拜 單季老幽甜公園 很小 不過很寧靜 而且很乾淨 走了 現在回到剛才的位置 去HIGH TEA 因為聽人說附近有一間狗仔HIGH TEA 有他們的食物 完全不怕他們 大狗也不怕 是啊 咖啡 我們到了 關門了 這裏很好 就算是半室外位 這個半室外位可以帶小狗仔 外面也有冷氣 不過我們來遲了 這裏關門了 7點 沒有留意時間 你沒有狗仔Pancake吃了 Tandy 沒有Pancake吃了 Fuffy 下次來吃Pancake好嗎